字幕�� TECHNik 那是我現在分享的東西都是我自己喜歡的 然後我覺得不錯的 就是我已經體驗了一段時間的品牌新品 那再有一些就是我自己買的 做一個合集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主要是一些鞋子 然後搭配幾個服裝來講講 好 那我們快點開始吧 因為東西真的很多很多 首先要看第一款鞋子來自SALMON 是SALMON跟GR10K的一雙聯名 它是雙Quest Low 我們食物是這樣子的 這個顏值你會給幾分 我覺得還挺好看的 它其實是Quest 4D的高榜版 把它砍掉變成低榜的效果 整體的事業效果還是很好看的 這個鞋肥肥厚厚的 然後看起來特別的紮實很硬 跟之前分享過的這雙 The Broken Up聯名的Quest 2 有點異曲同工之妙 大體都是相同的 鞋身也差不多 我不知道你會更喜歡哪個效果多一點 視覺上看 這雙Quest 2它的鞋頭會稍微扁一點 這個空間 這雙厚很多 整個鞋頭就特別特別高 像個饅頭一樣 那關於這場鞋呢 之前已經有影片分享過了 今天就不詳細講解了 就拿出來做一個小對比看一下 看回這雙鞋 它其實是一個 JR10K Insoliment 依據90年代比較黑銀的Grunge的風格 來去做的一雙鞋款 整個配色 包括它這一整個 材質的選用呢 其實還蠻符合JR10K這個品牌的調性 以及我覺得它們對Quest 4D這雙鞋的 鞋型的理解 通過這些顏色和材質也能詮釋得十分到位 關於JR10K這個品牌呢 我現在暫時不知道太多介紹了 因為我很喜歡的UPZOO Anonymous 他們已經詳細介紹過了 簡單跟大家提一嘴 這品牌是一個義大利品牌 那它的前身呢 是一個軍工裝的代工廠 就叫做Grassi 是創始人的名字 創始人的孫女呢 叫做Anna Grassi 也是一個很有資歷的設計師了 在他們家庫房翻東西的時候呢 就找到一條褲子 他們蠻喜歡的 然後正好就一萬號 所以有了這個品牌 當時還叫Grassi 10,000 但是現在它改成叫做GR10K 就縮短一點點 比較好記吧 那他們整體的風格都比較偏 這種Technical的Techwear 特別特別實用的工裝的感覺 但是他們整體又是做一個 稍微偏時尚的風格 我覺得他們最近這幾季做得還不錯的 因為其實這品牌也算比較新的 大概是18、19年開始做的 他們家自己的這個生產資源 是已經十分豐富了 他們這個總廠 最早是25年就開始做這方面的代工了 那麼詳細看一下這張鞋子 一些比較特別的設計點 首先這一個後跟有一個大大的提環 以及這一塊穩定片呢 上面有一個印花 就是Grassi 10K的Logo 然後他們這一個位置的穩定片 一整條全都是用了這種透明的材質 我覺得超好看的 這是整雙鞋上我最喜歡的一個位置 普通版的底是不透明的 配合這一個淺棕色的大底 整個大底的色澤特別統一 然後一直到鞋頭包膠也是一樣的色澤 我覺得這雙鞋的鞋型 可能也是因為這個包膠的關係 所以鞋頭顯得特別厚 那麼在鞋帶系統方面呢 沒有採用這雙Quest 2的 傳統網帶搭配這種三扣 這邊是沙門招牌的SenseFit系統 搭配一個登山扣 這登山扣不是鉤子 它是穿孔 然後它的鞋帶變成這樣的豎緊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 在沙門上用這一款 之前的沙門的豎緊扣長這個樣子的 它是用了一個紅繩子拉緊 當然往下收是不需要拉的 只有往外拉的時候 必須要拉繩子才可以拉得動 並且它在鞋舌上呢 其實也有留著一個收納袋 可以給你把多餘的鞋帶收進去 但是我覺得這個鞋帶本身就不長 加上它也挺好看 我覺得可以不用收進去 對象傳就蠻好的 除了SenseFit系統 用的是這種絨面格之外呢 裡面這一些 看著一些小點點的位置 全都是一些非常耐刮的這種編織材料 這支鞋墊也蠻用心的訂製了 GT&K的LOGO圖案 兩個腳還是可以拼在一起的 我覺得整體的這雙鞋 誠意還是十足的 知道我們這邊給到設計的自由度也挺高 那麼整雙鞋上腳效果我覺得是很好看 當然它也是有Crest的這個系列 一如既往的厚重感 整雙鞋大概就這樣子啦 我覺得也是蠻不錯的 那像我剛剛說的這雙鞋呢 它是以90年代中 有點回廢破爛Grunge風格 去維靈感來去做這雙鞋子 那我搭配了一下 我覺得還挺襯 新時裝備這一季最新的一些單品 那麼上身效果大概就這樣 我不知道你會給這個專程大家幾分的 那麼其實新時裝備這一季呢 我覺得也是挺讓人驚喜的 有非常大膽的一些設計 早上的整體的單品 從內到外好幾層不同的Layer 都可以互相去穿插去疊出來 很好看 然後很有搭配感 就你一set買回家 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造型可以打得出來 並且它們每樣單品 就好比一條褲子 它可以有可能三四種不同的穿法 然後每種穿法 導致你的身上的擴性度不會太一樣 所以就真的很不錯 我覺得其實裝備這一季呢 還是一如既往的強益輸出 我是蠻推薦大家 如果你是喜歡這個品牌的風格呢 可以嘗試一下什麼這一季的新品 那我身上只是上身了非常少的幾件啊 之前它們的一些已經出貨的DROP的單品呢 我前面已經有上身過了 你可以往前翻一翻 OK 那麼大概就是這一雙 騷擾和第二天可以聯名的Quest Go 我講的稍微快一點啊 可能不是特別詳細 如果你們有任何其他問題呢 歡迎彈幕或者評論再給你們留言 然後我會慢慢地回覆 我開始買了第二雙 就是我自己買的鞋啊 我可能過了好一陣子才收到 所以不是特別新鞋熱辣燙的開箱了 不過也是最近才發售的 我沒記錯可能是這個月初吧 十月初的時候發售的 然後我這兩天才收到 開啟鞋和VAPE的這一雙Manhunt 復刻版的Manhunt 我十鞋就是這樣子的了 然後這次總共發售的兩個顏色 一個是我手上這一個純黑色 還有一個更為經典的沙色 這借來拍一下 不是我的馬術我就不上腳了 這兩個顏色你會更喜歡哪個顏色呢 黑色還是沙色 其實我為什麼選黑色 就是因為滿大鞋都是沙色 我就不想再買沙色的船 鞋合裡面內容還挺多的 兩張圓人頭的卡片 就是一些鞋子討養的注意事項 然後一個驗了圓人頭的收納袋 然後就是一些襯紙和防潮包什麼的 沒有太多東西 不過也是一個層印滿滿的配置吧 他這一個不知道是不是全皮的關係啊 每一隻腳裡面塞一個防潮包特別多 一隻鞋可能塞了四五包 整個鞋盒拉出來 哇抖一下好多防潮包在裡面 Manhunt可以說是一個我的潮流啟蒙鞋款的存在 最早Manhunt這個鞋款呢 其實是97年 Nego就已經把Clux的那個Wallaby改良成了現在這個樣子 最早的改動3%就是自己的設計的這一個理論吧 我覺得你也可以說他是抄襲 但是人家確實也有人家成功之處啊 畢竟沒有第二個Manhunt出來了吧 那麼其實整雙鞋啊 雖然這個鞋型叫Manhunt的 但是我們大家都更熟悉的就是 這是一雙Wallaby的鞋型了 那麼這種鞋呢其實我個人覺得沒有什麼太多的腳稿 或者包裹性可言 它整個就是一個皮製的鞋身嘛 然後裡面也是全皮的 包括鞋墊也是全皮的 配置還是很不錯的 特別柔軟 整個腳感呢就是非常舒服的包裹感 但是它不會說像運動鞋那樣 給你照顧著面面俱到 它就是一個襪套一樣的皮製的矮靴 可以這樣理解吧 然後它鞋底呢雖說是Vibram的V底啊 但實際上這種Vibram 跟我們認知的戶外的Vibram呢 還是不太一樣的 它也不是什麼Megagrip的那些系列 它就是一個普通的Vibram的泡棉底 那麼它抓地力 只能說確保你沒那麼容易摔跤 然後腳感呢就是平的 就不會說有什麼起伏 包裹你的腳 都不會有這種特別明顯的形狀 大家如果感興趣的話 拿實際法數就行 不用偏大或者偏小了 然後具體還是看回厘米數 最早認識到這雙鞋 可能要回到我出高中的時候了 那時候其實作為美術生呢 大家都穿的是那些美院靴 我們叫 其實就是類似Timberland那種大鞋子 非常的耐用 大皮靴 然後在畫室畫畫的時候 也不怕弄髒 但大家都穿美月鞋的時候 只有我一個人是在穿Air Force One 所以那個時候呢 也是受到Hip Hop文化的影響比較大 顯得跟周圍的人有點格格不入 不過那時候我還沒有太了解 這一方面的文化 只是說 跟著Hip Hop MV裡面 跟著自己喜歡的Rapper 他們穿什麼我就穿什麼 那時候都還是比較肥大的一些造型了 那麼直到我有一天是在哪裡 我忘了是刷到誰了 總之看到了他穿這一雙鞋 我覺得 哇 好特別的一雙皮靴啊 為什麼跟我平時看到的靴子都不一樣 然後我就去做一下功課 因為那時候Bave對我來說 就是一個很遙遠的東西 從那之後呢 我可能才慢慢開始關注這方面的一些訊息 之前可能就是 不關我事 因為我也沒有追星的習慣 所以不會太關注娛樂明星 那次開始呢 慢慢看一下 Edison他能穿什麼 他的牌子來做什麼 然後慢慢瞭解到 還有4A Finger Cross 或者Remix Stay Real 等等等等 現在這些明星的品牌 可能大部分都不是特別的紅火 當然 Asem Goh的Sub Crew 現在做的還是蠻好 杰倫的Fantasy 好像也還行 其他的感覺 出境的次數不是特別高 就 Anyway說回來 反正這就是 這雙Manhunt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事情吧 其實這雙鞋本身沒有太多可講的東西 就是一雙Bave的Wallaby 就這樣理解就好了 我買這雙鞋呢 可能我也不會把它作為一個日常主力去穿的鞋款 更多是可能偶爾把玩一下 大部分時間還是收起來 其實買的也不是這雙鞋 買的是一個過去的回憶碎片的這種感覺 對自己的一個補完 還童年載吧 就是 OK 能說這是這雙Bave Wallaby 簡單的上層看一下效果 還原這個鞋 我第一次見到它的時候 腦海中的印象就是這樣穿搭了 一條 可能是Levis 可能是Evisio 可能是 淘汰狼 或者是其他一些現在已經不怎麼聽到的原牛品牌的一條原牛 然後一件Bave的衛衣 一個有財包 然後搭配五片帽 身上的衛衣 可能也可以換成Sip Up的一些外套 身上Bave的那些衛衣呢 是早陣子Monkey 47 這一個禁酒品牌和Bave的聯名 那麼褲子呢 是這條Evisio 那是阿ού 很 token 然後我之前應該是買了一、兩年的一條中古紙褲紙 也是全新的 但是它舊化的有點嚴重 我都不太清楚它到底是藍色還是黑色 它整個氧化掉了 然後它刺耳是這種金黃色 這邊口袋是個櫻花 我覺得還是挺少見的 Elyse的一條版本 然後我也不確定它年份 我猜應該是 10年代的吧 就是00到10年的 但是具體是哪一年我也不太確定 OK 那麼就是這雙鞋的分享 我們再過來一雙鞋看一下 是來自FILA的一雙新款 鞋盒長這個樣子 我這個是禮盒版 所以看起來會比較華盞一些 叫做Mix 你看到鞋子 鞋子的顏值長這樣 它有很多不同顏色 自己選的這一個綠色 我覺得還挺好看的 我不知道你對這個顏值 感覺怎麼樣 他們整個設計靈感 來源是FILA的歷史最悠久 最有意識味道的網球鞋 然後把它整個做了一個肥大版的改良 變得肥嘟嘟 胖乎乎的感覺 我覺得還挺可愛 挺好看的 然後整個鞋的腳感很好 大家如果看過之前 我分享FILA的影片 也知道他們超擅長一件事情 就是把這麼厚的筆 做得超輕量化 當然重點還是他們家招牌的 鞋底有些不太一樣 大家可以看到 裡面有一些彩色顆粒的位置 這些位置都是用的環保回收材料去做的 那麼側面還有幾個孔內外都有 這個位置如果你把鞋墊抽出來看 它裡面有一塊透氣棉 據說這裡可以排水透氣 我不確定這個轟轟效果究竟如何 因為現在的天氣不太適得出來 總之這是他們的設計思路 整個鞋墊是個巴斯夫材質的鞋墊 Q彈整個腳感提升了不少 上腳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畫面上這個樣子 不知道你會給這上腳效果達幾分呢 我覺得它穿上比拿來手比較好看一點 並且它整個腳感也不錯 還挺適合在城市常穿的玩的 我沒記錯的話 你看到影片的時候應該也是剛發售 然後趕進去的話你可以去看一下 那麼搭配這張鞋 穿的服裝都來工程效應的 今年的一些新款 褲子最近上進的頻率也是挺高的 早陣子的影片有分享 然後身上搭配的打底呢 也是同一季度的抓容的打底衣 那這個羽絨馬甲是最近這幾天 剛出來的一批新貨 結果還挺暖的 然後廣東現在天氣也挺熱的 所以我就沒有穿出門了 看一下大概就這個樣子 我覺得它作為一個斜開口的羽絨 穿上身的造型效果還挺有意思的 但是有一點不太摸著頭腦 就是斜開口 這邊的口袋這樣我能理解 但是能不能把這邊的口袋 也稍微往前挪一挪 內部有一個拉鏈帶 整件衣服還是我覺得有造型感的同時呢 防暖性也很好 空天穿的不錯 並且它的側面下擺是有個小開叉 裡面是有這個相鏡彈力收緊 但我覺得它這一個造型的輪廓和剪裁呢 不收緊會更加好看一點 就大大的非常不錯 天氣很冷的時候 不喜歡穿特別多件的朋友 就可以直接外面穿一件這個出門 應該問題不會很大 挺暖挺厚實的 最近共生的服裝 我大概收到了挺多的 但我就不一件件講了 因為實在是疼不出太多的空間出來 大家只要看到我有上身穿的一些款式呢 就當作是我有推薦了 都還挺不錯的 因為我是真的也是喜歡我才上身 包括我現在戴的帽子也是 我覺得它們這一季出的小帽子呢 大家也可以考慮一下 加上我頭上這一個淡紫色 一共四個顏色 紅色 黑色 以及這一個綠色 它們這一次的帽型挺特別的 格連帽子 這個帽眼有兩個彎折位置 整個帽身也沒有任何硬質支撐 你可以把它團得非常小 它就變成一個非常便携的帽子了 我覺得也是挺適合戶外運動的 因為它這種尼龍也挺耐用 然後也夠透氣 而且這種帽子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蠻適合戴眼鏡的人士 就像我有時候戴眼鏡的鏡框會比較的寬 如果帽眼太晚的話就會頂住 導致我想戴低的時候戴不到 會跟眼鏡打架 這種帽眼就可以掰一掰它 它可以調整一下這個帽眼兩邊的寬度 就可以完美適配很多不同的眼鏡框 變成它整個帽型也很標準 然後這一次就沒有用那種卡扣調節了 而是用了這種比較傳統的金屬扣 多出來這一截沒辦法收納 就是有的外面是個小尾巴 看你能不能接受 然後一個簡單的S1四繡LOGO 很簡單 但我覺得這個單品是他們這一季 我最喜歡的其中一個單品 那找幾條影片 我有上繩的那一件真姿衫也是他們家的 我覺得也蠻好看的 你可以叫它毛衣 它這個畫紋還挺特別的 然後整體的版型也是蠻肥的那種 繡龍包括整個身體的這個浮寬都很大 領口的後面有一條拉鍊 可以幫助你穿的時候更輕鬆一點 但其實它整個紙的密度都還挺鬆軟的 不用拉套進去也挺容易的 整個上身的效果你們可以往前翻翻看我影片 我覺得穿的還挺舒服的 再一個蠻推薦的就是它那些抓絨打底 早幾條影片有分享過就不太對數了 OK 那麼這一part就先結束 下個鞋款呢來自Nubalance 好久不見Nubalance的戶外線了 結合就是他們戶外的這一種紅色 然後括號在這邊 是一雙Hero 老觀眾有印象的話應該知道 我早幾年有分享過一雙Hero 先看一下 我最近收到這雙Hero是這樣的 這雙是第七代了 看這個顏色你會給它幾分 這個顏色也是他們的主打配色 那我之前自己買的那雙Hero呢 是第五代啊 長這個樣子 你們有印象的話應該也記得了 當時我還拿了一雙 Hopening ceremony 聯名的HOKA的2 Ultra High 一起做了一個 Vibrant MegaGrip的外底分享 如果你們看過的話呢 可以再看一下 年代有點久遠了 可能有一些信息需要更新 還是以現在的這雙鞋為主啊 這雙鞋依舊還是Vibrant MegaGrip的大底 不過整個大底的設計 都重新做了一更新 跟第五代對比一下 形狀上還是有傳承的 這種大T型的紋路 每一個紋路突起的裡面的顆粒細節呢 是有改變的 然後並且紋路的分佈也不太一樣了 我覺得第七代會看起來更高級更乾淨一些 並且整個第七代呢 把我之前第五代吐槽的一些缺點也改掉了 比方說整個鞋身鞋面的這一個網面是用副腳的 導致它整個鞋身的彈力不太好 包裹性不太好 穿上腳之後不管怎麼綁緊鞋帶 都有一種包不緊的感覺 第二個就是 之前的後跟穩定片是一個非常大的塑料片 雖然它有反光的效果 但是實在是穿的時候我感覺有點稍微的累贅了 並且這個鞋是前半部分比較輕 後半部分比較重 包括這一個突起非常誇張的後跟穩定片也是 第七代上改掉了很多 首先就後跟穩定片縮小了不少 並且它是中間內凹 實際上生活中很難用到那麼大 會有點害死 那麼後跟這方面的穩定的結構呢 也把它改成了這一個比較薄的格紋附膠 大家如果仔細看的話 包括內側這一方面的一些支撐 也是做了格子紋樣的附膠 就很簡單沒有再疊別的一些塑膠材質 總之鞋輕量化做了不少的改進 並且整個包裹性也好了很多 合遇於它網面沒有在附膠了 然後整個鞋帶的 包括鞋舌的系統呢也有一些改進 總之腳桿上角之後好了不少 整個鞋旋的旋形呢也有一些改觀 如果你自己穿在腳上俯視看的話 第七代就沒有第五代那麼扁那麼寬 它更收腳一些 整個上角的效果還是滿不錯的 我是覺得比較適合一個 層適合近郊遊玩的定位 中底環震依然還是當家Freshform的這個泡棉 非常非常的彈 這次的紋度稍微有點改進 之前是這種多邊形凹陷的 有點像蜂窩紋的感覺 第七代就變成一個非常大顆粒的 有點像是龜背紋路造型 有點凸起 我覺得還是挺好看的啦 不過只是紋度上有區別 實際上反正效果呢 腳感就差不多 我覺得還是挺不錯的幾百塊來講 可以買一雙這樣的鞋 真的去戶外也不用太行頭 OK 那麼這雙New Balance T2 V7 OK 那我們再過來一個品牌是VAS 最近收到了好多VAS 首先來看一下老朋友Cost Custom Made的一系列的定製 看一下鞋盒 兩款鞋一共 如果是VAS Custom的 它跟一般的VAS的盒子還不太一樣 會大一些 普通VAS的盒子小很多 有一個Custom Made For You的卡片 還有一個收納袋 都是這種藍色的鞋條紋 一雙是VAS經典的ERA 另一雙是更經典的Skate High 那麼Custom他們這一次的整個設計主子呢 就是以古技 儀技為出發點 去做的一些紋路設計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這一塊呢 就是你能去Custom的區域了 針對不同鞋型 你能放的圖案的位置有區別 比如說如果你要定Skate High呢 你的定制圖案就在這一塊 其他位置你只能改顏色 不能貼圖片 對於ERA來講 你可以貼圖片的位置 就是在前臉這一塊 其他部位你也是只能改顏色 包括整個鞋中底也可以改顏色 我自己也去Custom的這個網站玩了一下 我覺得還挺有意思的 它其實可以改動的細節蠻多的 不同的區域 你可以選不同材質 不同材質也可以選不同顏色 還挺多畫樣的 並且還有很多一些VANS 獨有那種可愛小印花 比如說什麼閃電啊 獨角獸啊 彩虹啊等等等等 甚至你想做一些狂野一點的 可能是虎蚊 豹蚊 斑馬蚊 或者是一些迷彩都沒有問題 其實這兩張鞋款呢也是一個 非常常見的鞋款的鞋 我就不想多講了 沒有什麼太特別的地方 就是還是支持一下Custom這次的整個idea 我覺得它這個古蹟的風格還是挺棒的 有那種嶺藍老城的一些建築的效果 並且我個人覺得 這兩張鞋很莫名的不知道為什麼 會很適合咖啡師朋友用啊 因為咖啡滴上去也看不太出來 挺耐長挺耐看的整個圖案效果 整個配色也是很乾淨很舒服 那我不知道這個高幫版跟低幫版 你會更喜歡哪一雙呢 你們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Skate High呢是我一直以來 最喜歡的Vans鞋型 目前還沒有之一啊 第二名可能會是TNT 但是這兩雙鞋 我反而更喜歡低幫的這一個 Era版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上腳之後的效果 我覺得就很日常 一個新鞋上腳 反而就感覺好像穿了很久一樣 耐看的效果 那麼後跟都有這個Cost的刺繡logo 這也是你可以自定義的位置 這大概就是Cost的 這一次做了一些Vans的Custom 我覺得還挺有意思的 你看到影片的時候它應該也已經有發售了 感興趣的話你去去到店裡看一下 我們有沒有再過來一雙也是Vans 看一下 Old School 36D 鞋盒打開最新的Neighborhood聯名 如果各位老觀眾有印象的話 應該也知道我這邊第一雙的Vans Seating 就是Neighborhood和Vans 以及Mr.Cartoon三方聯名的那雙Old School 當時那雙是以老末那邊的文森文化 或是塗鴉文化Chicano為主題的一雙聯名射箭 那雙鞋的鞋型非常漂亮 總之那個鞋型很特別 上腳整個效果非常好 這一次的聯名鞋型跟之前不一樣 不過整個鞋的用料還是十分好的 整雙鞋你可以看到它除了鞋帶是棉質 鞋底是膠質之外 其他的部位都是皮 整個鞋身都是這種面革 內裡全都是非常柔軟的內陣皮革 整個腳感非常棒 上腳效果也很乾淨很漂亮 我覺得這一雙聯名呢 有沒有有點像早正所分享的 John的那雙Pluma的聯名 雖然大家都很clean的感覺 但是這一個明顯那一雙 有不同風格的clean感 它有很多細節 但都做了銅色或者說all-in的處理 看起來是比較低調的 首先就是後跟這一塊 NBHD Neighborhood的一個logo 桌寫 那麼前臉呢 有一個非常小的字啊 讓你們看不看清 寫的是NBHD Urban Classics 內側和外側都有neighborhood的這個招牌slogan craft with pride TOKYO 內外都一樣 那麼這就是手上鞋基本上所有的細節了 還有一個特別不起眼的細節是在鞋墊的內部 可能由於這個鞋墊材質的關係 再加上它用的是銅色印花 實在是很難識別到 它裡面也印了一個Vance加neighborhood的logo 你們在畫面上可能不太看得清 因為我自己就算用肉眼看 也要找很多角度才能勉強看得出來的那個光線的反光 這張鞋按理來說鞋墊是不能抽出來的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的左腳這個鞋墊的膠可能沒沾好 就可以拿出來給你們看一下 它是這一種 Othelite加了一個緩震棉在底下 表面貼了這個皮質 我覺得整體的配置還挺高的 我一記錯的話 10月底發售吧 感興趣的話可以留意一下 那麼Vance Neighborhood的這次聯名呢 除了我手裡這雙鋁合金 另外還有一個更淺的卡其色 這就是那種土黃卡其 還有兩個顏色的era 整體大家都是灰色調的 我覺得作為一個總是聯名的兩方品牌 這一次的聯名也算是比較有誠意的 OK 那麼這就是所有的Vance 再過來一個我看一下 OK 那麼再過來一雙呢 出來是國內的運動品牌 安踏 我早陣子我也有分享過安踏的一些服裝 當然那是商務合作 不過這一雙就不是啦 這雙是純體驗 那我自己收到了 我覺得也是挺好玩的 還挺有意思 名字叫做C37 怎麼鞋合跟它自己傳統的一些運動鞋都不太一樣 不過這個馬術給大我了 當然穿還是能穿的 打開鞋盒裡面還有一些設計細節 整個鞋子我覺得它的設計感還是很足的 看一下 整個鞋打這樣子 這顏值我幫你給它幾分 我還挺喜歡的 可能也是因為這雙鞋的配色吸引到我 它非常乾淨 外底是這種淺淺的草綠色 配上這種一點點很有活力的橙色 有個大樓空你可以直接看見緩震泡棉 它的緩震是用了他們家招牌這個蛋科技 據說也是國家最同款的科技 用了雙密度的中底 外面這一個密度呢 可以看到有非常非常多的小顆粒 好像很自首的樣子 它摸上去還挺有手感 然後中間這一層是光滑的 就比較硬一些 然後鞋型也是很流線型很漂亮 上一條影片分享的那雙鞋子 黑紅配色的 跟這雙鞋比起來不管是顏值也好 腳感性能也好 我都會更加喜歡這一雙 反正它的價格好像更低一點 後跟這個位置 包括整個卡腳踝的位置 也是做得十分厚實 甜蜜很夠用 鞋舌夠長 而且彈力很好 並且鞋帶的收緊系統呢 用的是這種非常細的扁鞋帶 綁起來的手感很好啊 整雙鞋的設計感 我覺得它的設計與眼鏈非常到位 很成熟的一個設計 很漂亮的圓弧形 直接連著中底和鞋身 融合了中間的網面材質 以及超纖材質 又把鞋身分割成了左中右上的區域 也是一個銅色的處理 我覺得整個鞋乾淨的效果還是很漂亮的 是一雙非常好看 很青春很亮麗的一雙運動鞋的感覺 並且它網面透氣效果也很好 那我實際上腳穿了一下 不確定是不是因為馬數稍微有一點點大的關係 感覺好像沒有那麼跟腳 整個鞋底這一層因為可能泡棉 給的堆料堆得十分夠 然後鞋身的網面又非常透氣非常輕亮 導致一個鞋底挺重鞋身特別輕的效果 走起路來好像鞋底還留在原地 但鞋身已經走掉的感覺就是沒有太跟腳 不過整體的腳感緩震也好 穩定性也好都很不錯 我覺得幾百塊價位來講 這雙鞋很適合學生朋友 雙十一的話不知道會不會更便宜 沒有給到更多信息 他們只是寄給我 然後就好像沒了這回事 我就自己穿了幾天 我覺得還挺不錯的 印象很好印象很好 我會推薦的款式吧 我會那麼七七八八也分享了好多雙鞋 以及一些國內的好朋友的服飾品牌 那麼這大概就是一期影片所有的內容 希望對你的選購一定幫助 更具有可能要給我一件三連 如果你還沒關注我一定要點個訂閱 我說到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下條影片呢 是我自己準備的一些 新年到現在的 我自己的愛用品分享 我不想再做什麼雙十一一的購物清單 其實最近沒有什麼購物欲 我寧願等我真的需要的時候再去買 而不是為了蹭油會去買 那麼所以下條影片我想要分享的 也就是我覺得好用的東西 也沒有任何的推廣 各位喜歡的話可以留意一下 我喜歡你一點點 請分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